看到这些熟悉的隔离挡板 大家应该就能猜到 我们又来到了 经上小区的封控区 这个封控区里面 一共居住着80几户 共计200多位居民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他们必须要足不出户 这就意味着 他们的一日三餐 生活物资和生活垃圾 都必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帮忙运送和清理 这个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上午10点 封控区外的垃圾清运一结束 居民采购的生活物资 就陆续被送到封控区外的货架上 志愿者做好防护措施后 手拎肩扛 开始挨家挨户配送 根据工作人员的记录 封控区内居住着80多户居民 每户居民一天至少购买一次物资 一天下来 少则80几袋 多则一两百袋的物品需要配送 两栋被封控的住宅楼共有6梯 只有一梯安装了电梯 剩下的全得靠脚力 20号101在这 因为白天的话 可能就是有的居民需要买菜 或者是买身心的生活用品 那下午的话 有一些居民就是可能要奶茶 或者是下午茶 那还有一些晚饭 那这样的话 一般下来的话 差不多20趟以上可能是要的 看到货架上的物品 差不多都送出去了 网阁长郑慧兰又招呼上网阁员 去小区南门的快递存放点 帮居民找快递 一起一起去帮忙 因为南门毕竟支援者会比较少 找了他及时送进来 这个要切勒 那天就有一帮一门 这帮要切勒 这个是我们的 我来看我来看 没有 保安袋 要拍吗 这是我们黄公区里面的 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联邦里面的 哇你看这个大件 这个就是我们大哥 帮我们送进去 OK 又来了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郑慧兰还安排了两名保安 每天上午8点就有守在南门 只要东西一到 立即骑上电动车 送到封控区外 你也是送过去 然后再回来是吗 对 没错 我们正面负责63跟65 封控区的 哦 就是这样不停地转运转运的 对 有一代我们送一代 毕竟是人家关在家里 挨家挨户 逐步出户的人 只要有物资到 只要有一代打电话过来 我们基本上都 马上第一时间给他送过去 我们再次回到封控区外时 正好遇上负责配送的志愿者走出来 半小时时间 他楼上楼下跑了五六趟 给13户居民送去物资 防护服下的他早已汗流浃背 封控区的居民不能走出家门 生活上的大小事 就只能依靠郑慧兰他们这些生活管家 配送物资 清理垃圾 求医问药 微信群里 管家们与居民的互动 实时刷屏 不能出门的日子 的确比较难挨 我们多跑一趟 大家就过得舒服一点 这就是封控区的生活管家们 最朴素的新生 记者谢从明年人节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